我变成要怎样 把它再弹回去 前一个网页 确定说让它一定要输入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开启这个网页 然后去做检查 检查的方式就在这里 如果刚刚我给它的这个Section 这个Section就保留在 这个主机的记忆体里面 如果说它等于这个没有东西 或者是Section等于 这两个一个PastWord的一个是Name 这两个它都没有的话 那表示说它就是有没有 故意要测试的 那故意要测试的话呢 我就直接把它弹回去 就不会有那种问题产生了 那接下来当然就后面 就是它就可以去做那个 它升高体重的后面那个部分 所以其实程式嘛 主要有几个地方 你只要记得这边登录的时候呢 在Button上面写 那再来就是进来这边 这个PastWord的部分 那最后呢还加入一个东西 加入一个部分就是说 最后当然哦 我如果说有登录的话 那我如果说我想要登出呢 对不对 所以还必须要再加一个所谓的登出 那登出的话呢一般哦 我会在下面这边加一个什么呢 加一个按钮哦 这个Button 这个Button就是登出 那我输入名称的话呢 我就给它叫登出 就要把那登出的作用呢 主要就是要做什么呢 把Session清除掉就可以了 那Session要怎么清除掉呢 其实登出文点来就直接点两下 点两下之后呢在这边Button出 那Session要怎么清除呢 其实有个语法 好所以这边的话呢 最后记得再加一个登出 好我们试试看好了 直接进来之后呢 我们输入账号密码 正确的账号密码 ROOT1234 那这个时候呢 我按登入 它就会直接去判断 到底是不是正确 是正确的 那我接下来哦 再按登出 登出它就不能够再进到这里 如果我现在按重新整理会怎么样呢 它就会把我跳开 同时 如果今天我直接按Enter 因为我已经登出了哦 有没有 它就自动会跳到登入的画面 就自动把我弹开 在这边的话呢 再加 最后呢 记得在D4的这个网页里面 再加一个登出 那登出语法非常简单 就Session.abandon 这样就可以了 好吧 画面呢再帮给各位一下 画面呢再帮给各位一下